4月14日特首林鄭月娥傍晚突然間召開記者會 講述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計劃 但用了不夠10分鐘時間講述詳情 反而花了很大的篇幅回應港澳辦和中聯辦 在13日強烈譴責主持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郭榮鏗 傳媒在第一個提問問及兩辦聲明批評郭榮鏗 她用足10分鐘來回應 林鄭否認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聲明是向特區政府施壓 也不同意兩辦發聲明是干預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 指中央透過《基本法》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 不等於中央放棄中央的一國兩制的權力 她強調中央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包括她本人依法施政、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而立法會是這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 認為兩辦作為管理香港事務的國家機關 當然要履行中央政府對特區各方面的支持 認為面對香港受接近癱瘓的立法會內委會阻礙 她還說兩辦表一個態發一個聲 我覺得完全是理所當然 林鄭直斥郭榮鏗主持內委會阻礙政府主席選舉 導致立法會未能正常運作 她還說鐵正如山不容抵賴 如郭歌法和多條法案 因為內委會停擺受影響 林鄭主動表示目前只是想專注抗疫 相信自己這番言論 或者會被視作挑釁 她說我不想說 免得又被人說我挑釁 林鄭在記者會之後 郭榮鏗回應說 林鄭的言論只是重複兩辦的論調 反映林鄭月娥和中央政府 都拒絕回應正面民意 以解決目前的政治困局 arter示範 空調 檢節 感谢观看